甲鱼打鞭炉 大家吃过吗 各式各样的打鞭炉实在太多了 感觉龙虾帝王蟹都不新鲜了 这么冷的天就来吃一个从来没有吃过的甲鱼打鞭炉 菜单就不看了 都是老客人了 先点个椒盐牛蛙 吃着垫吧垫吧 生蚝土鸡甲鱼宝 额外加了鲍鱼 甲鱼我吃的可真不多 这种打鞭炉的做法更是第一次吃 吃甲鱼啊 最好吃的就是背甲外层的裙边 吃起来的口感呢 就是很软很滑 像果冻一样全部都是胶原蛋白 汤底的味道里还有人参 生蚝和鲍鱼 鲍鱼吃起来也不老 非常爽弹 汤喝着呢带点药材的苦味 而且这种组合在冬天实在是太古了 吃到后面呢再加些汤 再涮点牛肉和白菜 满汉全席里才有的预制龙筋 原材料采用整条鱼的鱼筋 口感吃着像牛筋 但比牛筋要更脆一些 吃完了小哥说 可以拿皮皮虾喂下帝王蟹 没想到这帝王蟹竟然这么生猛 行了行了 下次吃螃蟹锅吧